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于清廷进行外交礼仪方面的改革 感到不满 或者说不理解 那么光绪皇帝在1898年的6月15号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正好是光绪皇帝宣布 要进行戊戌变法的以后的第四天 也说在戊戌变法期间 光绪皇帝命令总理衙门 做什么呢 将各国君后 君后就是君主皇后 将各国君后 宗藩 那么就是亲王 这个外国君主的宗亲 将各国君后宗藩 及特派头等公使来华 就是把这些人来中国以后 与皇太后及镇前接见款接礼节 务须参着中西体制 详定章程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光绪皇帝 命令总理衙门 就是要把以后 反正有外国的君主 外国的皇后 是吧 外国的这个亲王 他们的各派公使 来中国之后 是吧 怎么去接待他们 采用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外交礼仪 而这种礼仪 他有一个说法 就是有一个规定 务须参着中西体制 就是你呢 不能够完全按照中国传统的体制 来制定这个礼仪标准了 要参考 参考中外 他们的一些 有些共同点的 一些这个礼仪标准 要求他们就这个问题 要详细的来讨论 那么要 妥一俱奏 那么这样呢 到了这个7月1号 也说在正好是在 百日维新的高创当中 总理衙门就上了一个奏折 这个奏折的题目呢 叫做遵义 就是遵照 光绪皇帝这个命令 遵义 款接外宾 参着中西体制 强定张成哲 那么这个折子 那么得到了光绪皇帝这个认可 那么很快呢 那么就发下来了 那么在这里边就规定 接见外国的君主 皇后 及松藩的礼节 那么当时呢 这个宗里衙门大臣呢 他们在讨论的时候 有这么一种原则性的一种认识 什么认识呢 他们讲 说西方各个国家之间 君主皇后之间 那么互相来往 互相这个来往 都是呢 以敌体之理相见 敌体之理 就是相当于说 他们都是属于平等的 没有一个什么君主啊 臣下啊 是吧 等级之分 以敌体之理相见 他说呢 这个这种事件 他就这种做法 在西方很容易 为什么呢 他说在西方 各个国家之间 是吧 他们的语言呢 居住啊 他们这个服饰啊 那么都是很相近的 是吧 说而且各个国家之间 皇室之间呢 都是有一种 那种燕亲关系 有一种婚姻关系 血缘关系 是吧 他们关系本来就比较密切 但是同时呢 这个外国 这个国王啊 或者说他们的总统 君主 所居住的地方呢 都是楼房 那么呢 无 重门之限 就是他们呢 住的地方呢 相对来讲 比较简单 不像清宫 是吧 清宫 如果是去见皇帝 一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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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这个门境很森严 说外国呢 他就住楼房 没有那么多门的 这种限制 说因此呢 这个西方国家之间 是吧 这种君主 皇后之间 这种来往 那么叫做款接良变 他们很容易 他说但是中国的情况 和西方情况 有很多不同 他说因此呢 在接待外国 这个君主和皇后的时候 这个礼节上啊 四难强同 很难与西方国家 完全一样 他说尽管如此 那么清政府 也应该要制定一个 比较合乎 比较适合与西方通力的 这么一个接待礼仪 来尽东道主的 这种礼宾之仪 那么出于这样一种认识 总理员们提出了 这么几个建议 第一 要把北京的一个 旧的王府 把它改造为国宾馆 以备各国君后履居之用 既王子亲王 亦可于此安庆 要建一个国宾馆 以后外国的君主 是吧 王子 这个亲王来 就让他们住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国宾馆呢 叫做门楣依旧 就是它的外部 这种形式 那么还是中国传统的 但是它的内部的房间 是吧 那么是按照西方的 这个样式来进行 这个装修 它的原话是说这样 内部房室 则呢 参照西式 装修完美 陈设合宜 内部装修 是仿照着西方的那种形式 来进行装修 那么这带有一点那种 中西合璧 中西杂柔子 这么一种色彩 这是提出来一个 要建立国宾馆 招待外宾 那么第二 就是外国的君主皇后 来中国之后 清朝皇帝可以设宴款待他 那么款待他的地点 也可以在宫内 也可以在宫外 至于到底在什么地方 来需要呢 到的时候 请旨施行 由这个清朝皇帝 光绪皇帝呢 来决定 那么以后 如果说还有哪个国家的亲王 来中国 那么就按照 前几个月 接待亨利亲王的那种 礼节的这种标准 是吧 来接待其他国家的这种亲王 那么这是第二点 那么关于如何去接待 各个国家 各个国家 派到中国来的这个 特命权权大使 或者特命权权这个公使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 总理杨美认为呢 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他说一种情况 如果各个国家的特派公使 那么他携带有本国的国书 而且那是专门为了庆贺皇太后 或者皇帝 什么典礼而来的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则请皇太后 皇上 君与接见 皇太后和皇上 要接见 因为什么呢 他是专门为皇太后和皇帝 某个什么庆典而来的 你要接见 那么这是一种情况 那么第二种情况 如果说特派公使来中国 仅仅是为了中外两国之间的这种交涉 外交交涉 是吧 那么按照过去的办法 按照过去这个外国公使 成立国书这个办法 是吧 皇帝亲接国书 口斥达词达诵 那皇帝要亲自接这国书 要有这达词 他说如果派来的公使是头等公使 那么光秀皇帝呢 就要利受国书 就要战力的接受外国的国书 为了什么呢 为了与这个二等公使呢 他也有一个区别 他说如果外国公使提出来 要见慈禧太后的话 那么呢 这个可以由清政府来决定 或者由慈禧太后个人来决定 是不是接见 如果接见的话 是什么样的礼仪呢 是太后作寿 太后呢 是坐着接受外国公使的这种禁建 那么然后太后 可以适当的给他一些 一些什么这种礼遇 或者说慰劳几句 或者说赏赐他一些什么小的东西 那么这个呢 都是由慈禧太后个人来决定 接见礼仪的规格 是太后要作寿 就是坐着接见外国公使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在户虚年 清政府已经认识到了 中国那种传统的 繁文辱节 非常繁琐的这种传统礼仪 不但不能够给清政府 争得他预期 希望得到的那种尊荣 反而给自己在外交上带来了很多麻烦 引起了很多中外交涉 那么因此总理衙们 在这个奏折当中 又讲到了一个意思 讲一个什么意思呢 说外国的 他在这个 举行什么宴会 或者禁建仪式的时候 他不制定那种繁琐的礼仪单 只是送一个通知 那么这个通知 只是告以 其极宴会日期 福色而已 他只告诉你 哪天到什么地方集中 你是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 穿长服就可以 还是要穿这种外交工服 只是告以集会日期 福色而已 他说他的目的呢 并非律人以不屈 行力 鞠躬执凡 他并不是要求外国人 给你规定 怎么走路 到什么地方要站住 是吧 什么地方要鞠躬 什么地方要行礼 他并不是给你制定很多 非常科凡的那种规定 那么因此总理衙们讲 说我们中国 也应该向他们学习 说以后中国 又有庆典的时候 总理衙门 你仿照编送 总理衙门呢 也正按照西方的那种办法 只是送一个礼节单 或者一个通知单 那么在这个外交礼仪上 对外国不再提出那种 很苛刻的 很苛烦的这种要求了 那么这种情况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说明在戊虚年的时候 清廷在外交礼仪方面 那么确实实 已经开始走上了 从世界各个国家外交礼仪 相接轨的这么一条道路 就是从自己这个封闭 已经走向了世界 那么这是一种积极的进步的 这么一种礼仪改革的方向 那么这是我讲到 清廷在这个戊虚年 进行这个外交礼仪方面的 一些改革的一些情况 那么下面讲第四个问题 就是戊虚年 清廷进建礼仪改革的评价 那么这个清政府 那么特别是光玉皇帝 在1898年 进行的有关外交礼仪方面 这种改革 它虽然不是摆着维新当中的 一些主要内容 那么但是呢 它同样具有 值得肯定的 维新的进步的意义 它的意义 我们必须要肯定 那么它的意义在于呢 我认为主要在于 以下这么几点 那么首先 清廷在戊虚年的 这个进建礼仪的改革 表现出了中国方面的 一种主动的改革精神 就是这次改革呀 主动力是来自于清政府 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近代以来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事实 自从西方资本女国家 入侵中国以来 中外之间发生了 礼仪之争 那么清政府 在这个外交礼仪方面 也做了一些 重要的变革 那么但是呢 在这以前的清政府的 外交礼仪方面的变革 它不是清政府 或者中国人民 对于中外之间的 这种礼仪制度 礼仪惯例 做了一个深刻的 反思之后的 这么一种清醒的 这么一种认识 不是对中外礼仪 这种优劣 做了反思之后 对于自己的传统礼仪的 一种改良 那么更多的是什么呢 更多的是它迫于 外国方面的压力 甚至是外国的武力强迫 被迫做出的一种让步 被迫做出的一种改良 就是说它带有很明显的 这种对外屈辱的色彩 那么但是 务虚年的这个礼仪改革 那么就不是这样了 务虚年的这种礼仪改革 它虽然还具有一定的 适应外国群内要求的 这种色彩 那么但是更多的呢 是表现为中国自己 为了适应形式的发展 自己进行 这个礼仪改革的 一种自觉的一种意识 它更多的带于一种 自觉的这种成分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或者举一个例子吧 因为没有时间了 你比方讲 光绪皇帝 准备要变革清清 这个传统的 这种礼仪形式 允许俄国公使上纳币 是吧 来制诵词 来成帝国书 当时的军纪大臣 沐农合着反对 他说呢 此次该使并无格外情索 此不必加礼 说这次呢 这个外国公使啊 没有提出这种要求 说秦政府没有必要再给他一个更优厚的待遇 当时光绪皇帝 那么就讲 说什么呢 他说对于像禁建礼仪这样的 此等小节 何防先允 说这个禁建礼仪 这是小事情 可以先答应他 何防先允 说若待寝儿允 便后拙矣 说你如果说等着他们要求 然后你再答应 那什么呢 你就是后招了 你是落后了 是吧 你就被动了 而且呢 光绪皇帝还表示出了 要禁用犀礼 是并有欲禁用犀礼之语 那么意思说 秦政府是务虚年 是吧 禁建礼仪改革的一个主动力 它不再像以前那样 主要是 取从于外国方面的压力 是被动的 那么在务虚年的 这个禁建礼仪的改革 但有秦政府自己 是吧 变革自己的这种 传统礼仪的这种自主性 或者是这种自觉性 那么这是我们值得肯定的 那么值得我们肯定的第二点 就是清廷的 在务虚年的 这个禁建礼仪的改革 表现出了一种 与国际外交礼仪接轨的 这么一种进步的形象 那么近代以来 清政府在外交礼仪方面 做了一些改革 那么但是我们看 就是就清政府 这外交礼仪方面的改革 它的这种改革方向而言 很多时候 是吧 它是向后看 或者说呢 它是力图要维护 传统的这种外交礼仪 那么但是到了这个务虚年清政府 进行的这种外交礼仪的改革 是吧 那么它注意到了如何同国际接轨 就是前面我们讲到了 光绪皇帝命令总理衙门 要妥卑一个 同外国人 是吧 外国的军后来了之后 怎么样交往 它的这个礼仪应该是什么 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光绪皇帝特别强调什么呢 要务虚参着中西体制 那么这种思想就表现出了什么呢 表现出了清廷在这个改革当中 是吧 它有一种与以前截然相反的 或者迥然不同的 这么一种礼仪改革的方向 它的改革方向什么呢 不是在向后看 而是什么呢 向前看 要从世界的这种外交礼仪来接轨 那么因此清廷在务虚年的 这种礼仪的改革 从当时国内 整个向西方学习的这种政治思潮 是保持了一种相同的 这么一种正确的方向 是吧 它的方向是向前的 那么因此 清廷的在务虚年的这种 外交礼仪方面的改革 那么是值得肯定的 是吧 它是在向世界外交礼仪 是吧 那么接轨过程当中的 这么一种进步的倾向 因此是值得肯定的 那么但是清政府 在务虚年的这种 外交礼仪的改革 那么还有一定的这种 局限 或者说还有一些 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呢 就是外国公使 觐见清朝皇帝的时候 是吧 它的公使是不是上纳币 翻译是不是上纳币 这个光绪皇帝 这个智达词 是用汉语 还是用南语 那么这个对于中国的国家 主权民族尊严 没有 重要的这种负面的影响 那么光绪皇帝 做这些改革 那么也是对的 那么但是有一点 就是光绪皇帝 采取上述这种改革的时候 他没有就这些问题 让负责外交事务的总理员们 进行详细的讨论 那么也就是说 光绪皇帝的这种改革 带有非常明显的 我行我素的 这种封建帝王 极端专制的 这么一种色彩 完全是自己 独断专行 是吧 就是那种专制色彩 那么很浓厚 那么为这件事情 汪彤河在日记当中 他的记载 他说光绪皇帝 让俄国公使 上纳币帝国书 改变用蛮语 去宣誉这个宋词 宣誉这个达词 他说这个事情 只有总理衙门的 那个大臣张英环知道 他说总理衙门的首席大臣 一筐不知道 他说我 就是军纪大臣 又是光绪皇帝的师父 他说我事先也不知道 这个汪彤河对这事情呢 表示很不理解 那么这个光绪皇帝 在这个禁建礼仪方面 这个改革 表现出了一种 这种极端专制的 帝王独裁的 这么一种倾向 那么这个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下 那么这是毫不奇怪 那么这个在当时 也是属于正常的 那么但是呢 他在客观的外交实践当中 那么却很容易 是吧 使得清政府的 负责外交事务的 总理衙门的这些大臣 在对外交涉当中 处于一种非常尴尬 或者有的时候 会处于一种被动的 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那么他就不利于倾庭 对外的这种总体的交涉 那么这一点 我想呢 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 或者说 这是清廷在戊虚年 进行外交礼仪改革当中 我们应该借鉴的一些东西 那么我们都知道 很快 就是在1898年的9月21号 那么清政府内部 发生了一个戊虚政变 那么戊虚政变以后 百日违新的这些 违新的成果 是吧 都遭到了扼杀 那么清廷在政治上 是吧 又回复到了过去的 是吧 那么一种顽固保守的状态当中 那么在百日违新 或者说戊虚变法 被扼杀之后 清政府和光绪皇帝 在戊虚年所进行的 外交礼仪方面的改革 那么这种情况 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倒退 就是伴随着清政府 这个戊虚政变的这种发生 清政府在这个政治上 他的一种倒退 光绪皇帝进行的这种礼仪改革 那么也开始发生了 这种明显的倒退 我们可以举这么几个例子 一个 就是清政府停止了外国公使 新年向光绪皇帝赫年 那么进进的地点 从宫内的文华殿 那么改到了宫外的勤政殿 那么就说 在外交礼仪方面 它又有一种倒退 那么这种现象 那么同清政府 在戊虚政变之后 政治上重归于保守 倒退到保守的立场上 跟这些有关系 那么但是呢 我们要客观的讲 就是戊虚政变之后 清廷纪念礼仪的改革的这种倒退 除了政治上这种 区于保守的这种原因之外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客观原因 这个客观原因 就在于戊虚政变之后 光绪皇帝已经失去了 独立处理政务 也包括他处理外交的这种权利 思议太后重新的垂连听政 那么戊虚政变之后 清政府内部的这种 潮局的或者权力的变化 那么还是清政府 在戊虚年 进建礼仪改革倒退的 一个更直接的原因 那么以上就是我讲到的 关于这个戊虚年呢 倾情进建礼仪改革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就讲到这里